23日正中级王婉芝出席贺岁片《经济SSS》 见面会《经济SSS》上映来成绩不错 制片人无知如放言 若票房破四千万台币 就邀请主创们一起去日本旅行 而早前才被拍到与男友痴缠不离的王婉芝 自然不肯放过这个开游机会 连庆功旅行都想带着男友一起 真是如杂志写的那般年户男友 但是明明这个照片就是反过来 反正我蛮喜欢那个偷拍 因为当时那个照片拍得不错 所以看了也没有生气 我说现在已经开始 我们都很忙了 就是这样的结婚 这个很尴尬的问题 我是女生不好回答 但是我都想 这个男孩要结婚过去 我不可以这样公开说的 经纪SSS班上不错 外人剧组萌新来拍惊讶的面头 而郑忠基就有望延续角色 一压到底 有说过啦 有说过 但是如果真的拍也不会是 就是没有那么快啦 可能要到明年才开始 因为还没有 剧本都没有 连分场也没有 所以如果拍的要明年 但是真的有这个想法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